今天是2022年1月20日 在前天1月18日 香港這個悲情城市中發生了一宗令人發指的慘劇 一下子牽涉了多過2000條若少的生命 令他們幾天之間慘遭滅絕殺害 稍後我會請大家靜默一下大概10秒 一來是為這多過2000隻的鼠鼠、肚子、龍貓 這些無辜的生命去物愛之餘 亦都可以去反思一下 首先去冷靜一下自己同時 亦都去反思生命的價值 而且最重要就是要去想 在我們傷心悲憤甚至有些人懷恨在心之餘之後 我們應該用一種正面積極的態度去面對這種社會的紛亂 正如人們說 唉呀亦亂不亦會說過 還有為何我經常有很多寫負的事都真的會說過 當然很多正面積極的事都會說過 但是有時寫負的事可不可以不去 我知道大家已經有這樣的心態 也有很多人反應 唉呀我真是想你說不中的那些事情 好矛盾 但是怎樣可以去轉一個念頭 有時候是Shit happens 這些事情發生了 我們可以怎樣去做呢 怎樣可以去為自己 為社會活得更好呢 首先我們現在靜默一下 去為生命去密愛 以及也去冷靜一下自己的思緒 先看看 首先在這個分亂的世代 正如底圖 那時候有些粉絲都討論 我覺得 這一年都仍然有很多動盪 之前在我的預言部分1-5都說 我覺得 越亂的環境下 大家的心要越安定 有時候 人非草木 一下子有情緒的爆發 當然一定會有 不需要排斥這些情緒 因為情緒是很自然的一回事 正如 用針刺你會痛 不給飯你會餓 情緒也是自然的 我們不需要過度去擔心 哎呀如果我哭就不好了 如果我憤怒就不好了 但是我們只是要警惕自己 不可以持續這些情緒太多 但是最後 我們真的要給理性去 去恢復那個理智 首先在分亂的環境下 保持心的安定 才可以做到獨立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好像 一些有關的 所謂的權威 其實他們是建議 他們就是 勸人家要去交出 你們養過的那些小小兔 OK 首先他不是說壓迫 你不做你不是犯法的 你不做你 你不交出你養的心怪的寵物 其實是合成合理合法的 這個時候你就要問自己 我是不是要給這個 恐懼去戰勝自己呢 嗯 是不是 我在尊重生命 和維護自己 所謂的健康之間 我要怎麼做一個抉擇呢 是不是真的 人家說什麼 尤其是這些所謂的 專家權威說什麼 我就馬上要相信呢 為什麼要棄養呢 為什麼不盡做保護他們呢 正如這裡的底圖所說呢 或者你有沒有一些 措施可以安排你自己 即是 即是同時可以去平衡兩邊的利益 你又不去棄養 不需要令你的寵物 說真的是一條命來的 你不需要令到他被毀滅 OK 不要再說人道處理 根本這件事是不人道 也都不要說到美晴明叫做處理 根本就是毀滅他 是的 那你可不可以令到他不被毀滅之下 又保障到自己所謂的健康呢 雖然說真的 即是就算他有染病 我不知道這個會威脅到你多少健康 因為說真的 即是你又不是說狗經常帶出去 他都根本跟外界沒有什麼機會接觸 是不是 你怕隻 鼠鼠吐吐傳染你 其實他應該更怕你傳染他多些 因為你不會帶鼠鼠吐到外面散步 你不會帶他去超市去買東西吃 去見人去接觸 是不是 是的 那你真是怕的話 你可不可以將他放在家裡 一個什麼的角落去隔離呢 諸如此類 而不需要有一些事情 好像發生了就馬上發瘋 一窩蜂就在羊群心裡 那這個是亂世之間 我們必須要去adopt的一個attitude OK 你要去學會理智冷靜 這個是第一 即使經歷了一些不好的情緒之後 但是很快你要快點復原了 那同時呢 也都在這裡提醒大家 我在那些預言裡面已經提過了 2022的預言的part 2講過了 雙月年 是的 是有很多的動物議題 無日無知 大家其實是必須做好心理準備 這個不會是最後一件事來的 還有不單止是小動物 是任何的弱小社群 例如老人家 那就是 我在part 2 或者在賣寶公房節目 怪談2.0都講過了 因為在移民潮的成份之下 老人院又會有一些興建 諸如此類 其實老人議題 接下來都是我們需要去關心的事項 在1月18日同一晚 那我就出了一條 沾聲預言的影片 專門是去分析香港女團的cola 然後在那條影片裡面 發生了一件史無前例的 石破天驚都幾無骨悚然的事情 就著那件事情 我做得這行 那當然我事後 我就用了自己的辦法 去探討一下發生什麼事 我現在可以給大家一個結果 就是這件事是科學以外解釋 就是科學解釋不到的事情 是必須要由原來去解釋 OK 大家明白吧 但是放心我沒有問題 我很安全的 我都很壯健 我都是非常之幸福快樂的 那些東西不會影響到我 但是我知道為什麼會在那條影片裡面 會有一些這樣的事情出現 OK 但是放心 是善意的沒有惡意的 好了 但是呢 為什麼我現在要去提起這件事呢 啊 也都去講一下 那晚的那些聲音 OK 算了 我直接講一下 其實並不是來自動物的 而是來自 呃 以前是人的眾生 是的 一些其他的朋友仔 但是他現在 已經不再是人 OK 明白了吧 是啊 但是放心 真的沒有惡意的 是的 好 然後我想 為什麼我要去提起這件事呢 因為就著 那晚的那條影片 那大家就有很多的討論 而那些的討論呢 我覺得其實 正正是可以體驗了 轉念頭這回事 轉念頭 記住這三個字 或者簡單點 兩個字 轉念 當同一件事 present在你面前 你選擇怎樣去perceive它呢 你選擇怎樣去認知它呢 還有你經過自己的分析 你自己的消化 理解 你可以用一個怎樣的心態 去面對這個結果呢 就算是 大家都會覺得是同一個結果的話 因為有時候我們說 同一件事 有人會看 可能看到兩面 對不對 就算我當你一個眼仔 都有兩面 但是 就算是大家看著 一個眼仔的同一面 但是 你可以去怎樣去 有一個觀感 有一個interpretation 去出來呢 就是這樣 一個眼仔有兩面 例如一邊是公 一邊是詞 一邊是寫著阿拉伯數目字 五元 背面就是洋子經 那 很明顯這些東西 看起來大家都不同 那就 不得好討論 是不是才是口同比較 我看到數目字 你看到洋子經 那有什麼好討論的餘地呢 但是 如果大家 現在都是看著 洋子經的那一面 那 有些人可以說 我覺得這個 是禍次經法 有些人會說 不是喔 我覺得它像 呃 一塊拿筹了的 刺子 對了 那就是大概比喻 那 究竟 你可以 做哪一個人呢 你想做看到是 紫經法的人 還是看到刺子的人呢 而這裏呢 是有 有不同的 是有 我可以說叫做高下之分的 因為如果下的話呢 你可以將這件事 interpret 到為非常之 negative 唉 它就是一個噁心的刺子 用來敏視的 但是如果是 positive 積極正面的話呢 你可以將它看得很美 成為一朵美麗的法法 我以下這裏講 大家看著這裏的底圖就會明白了 那條片中出現的 靈界的女性的聲音 OK 真的 我確認了 是靈界的女性的聲音 好了 有些人呢 首先 用一個很輕鬆的 這個 這個 就是 去 lighten up 大家 或者他都是想安慰我 就說 唉 今集好有加料有彩蛋 是不是 那這個會是一個 挺輕鬆幽默的辦法 令到大家沒有那麼緊張 還有 我相信這位朋友同事 都是想我 塌前亂臨去 calm down 因為這件事是發生在我 錄製那條片段的場地 那可能他 怕我會擔心 他就用一些幽默的方式去緩和大家的情緒 又例如這裏 有人是用一種比較幽默的連銷大打的方法 就說 無論你 人也好 小動物也好 就當那晚是小動物的聲音 不要嚇我了 叫牠 有頭債有主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輕鬆的 叫做不法 去淡化了那件事情的那個驚嚇性 是不是 或者對大家造成的小小的不安 然後現在這裏 那同樣都有人說 冤有頭債有主 但是接下來呢 是越來越 positive 越來越積極的 例如有些人說 其實可能是想 就是聽我念經 因為在我那條片那裏出現 OK 那甚至也都有人在那裏 說 我原來在靈界都是有粉絲的 OK 然後 來到這裏 有人真的會說 其實可能是 他們覺得慘 所以呢 無論是人也好 動物也好 雖然我都說 最後我確認了其實是 呃 女性的 之前是人的 朋友仔 OK 好了 但是有些人就會說 其實 為什麼很敢不敢選這個頻道呢 可能因為 我經常勸大家念經 是不是 那他就希望在這裏引起一個注意 就來引起關注 那 通通 大家真的認不認得到啊 其實 可以是用一些很積極正面去 看這件事情的 不需要覺得 哎呀他走來嚇我們啊 或者他要 搞啊暖啊啊 要去前身啊 不是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緣分 在這個時空上發生這件事情呢 如果你是用一件 幫人的心 用一個幫人的心 用一個這樣的心態去看這件事 你整件事你可以是做得很積極 而它就是可以影響到你之後相應的行動了 你就可以做一些很積極的事情去 去滿足對方的目的 就是去念經啊 去回向啊 去超渡啊 是不是啊 好了 所以回歸到我 哎 每次烏鴉口都 講中啊 的 這些 不好的新聞上面 都 就是 粉絲都講得很對 除了對未出現的事可以提早提防 準備啦 心靈上亦有些安慰 當這些大事出現時會感到宇宙的能量已經應驗 減少這類事件原先帶來的震撼感 而除此之外呢 我會 吸回我之前那個預言的片段給大家去重聽 其實 我有講過 當這些 例如小動物去受苦的時候 其實是有些什麼 心態我們是應該要去實踐的 對啦 還有大家知道 我一向 去CAP這些片段 我是很喜歡去快播的 但是這次我不快播 我用回 原本的速度 乘回1 這樣 OK 不夠快 我想大家 認真 留心去聽清楚 究竟 我之前看的那些預言就開始過了 當 shit happens 的時候 應該用一個怎樣的心態去面對呢 麻煩你留心去聽清楚一下 在座應該有很多外戶動物人士 2022年全地球會非常關心小動物福利 還有可能會有一些新一波的素食主義 在2021短暫牧雙魚時期 我已經預示了 在2021的下半年 大家會很關心小動物福利 果然 香港獵實野豬 還有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台灣又說不讓牠養people 跟著又去安樂死了很多走私的名種貓 通通這些東西 就是掀起了一些 我們對這些小動物福利的課題 如果2022年繼續有的話 我也很擔心會有一些 即是大型獵殺一些動物 或者對一些動物有一些很強的規管 可能狀傲 不讓你養狀傲 或者我忽然很擔心 其實會不會有一些很流行的動物瘟疫 然後就要把這些動物去大屠殺 這些東西又會掀起了人類的憐憫慈悲之心 還有如果我們拉回去之前說過宗教的東西 可能這些大屠殺之後 又會有很多宗教的超度活動 例如佛教和道教的超度活動 當然因為基督教不會有超度活動 對嗎 我覺得這些信息很大機會會混在一起 或者會在全世界有一些 大麻合法化的東西通過 或者是安樂死合法化 為什麼呢 又或者未必去合法化 但是起碼又會重新浮上這個輿論的層面 因為有一些受苦受難的人 哎呀 經常抵不住病痛 真的又不想打麻啡 或者有些東西抵不住厭世 就想找一些方法去解決 然後他們有這些訴求 然後我們大家又去探討這些問題 因為相遇很特別的 他有時候不是直接把這些東西給你看到 你要經過那個黑暗才看到那個光明 你要被人看到你那個受苦受難 犧牲的那個慘況 你的那個福子 你的那個福利 才可以受到人的注目 所以例如剛剛 為什麼我無端端說 我們關心小動物福利 他很端端我們關心他做什麼 但是可能我們對他太殘忍 之後就有些人要出來幫他伸冤 除了小動物 或者我剛剛說一些目期病患 這些是一些很典型的 受苦受難的小眾 還有 好了 重溫完我之前的開示 各位現在會不會有少少的 insight 應該怎樣去做 是做實事 當然除了你的心態 我也說 悲傷過後 憤怒過後 開始要冷靜 理智 要靜靜 要去找回你的 inner peace 就算在玄學 那些人經常都說 哎呀現在我們要去上升圍道 如果你世界充滿這麼多憤怒 你就中了魔鬼的詭計 好啦 除了那些心靈的東西 但是 在現實生活 有沒有那些事情 你是積極正面可以去做的呢 那我不妨在這裡說白一點 當然你們自己都可以想自己的方法 但是我現在又去畫公仔畫出場 又畫一些我自己會想到的方法 第一 領養 你們有沒有簽到Google Doc 在我最近不同的投資 我都已經是 投資了那個Google Form出來的了 如果你們有 就是 這個能力 和剩餘的資源 精神和心機 去接收那些小小套套 那你們可不可以伸出換手啊 我經常都說的 雙魚是雙元星座 還有你想一下它那個symbol是怎樣 你們有沒有見過雙魚的精神仙博 是兩條魚 向雙反方向右 互相拉扯 是一個陰陽的角力 所以你要透過黑暗 才可以看到光明的可貴 你要有犧牲 才可以誕生英雄 我經常都說耶穌基督 他也是說醜金 沒有了自由 但是同時他也是說法夢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一下 你被人困住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成為你的sweetest escape 有什麼可以讓自己放鬆 不受束縛 就是去打坐 冥想 發夢 是不是 所以 現在 有一個說話 究竟是 暖世出英雄還是英雄做時勢呢 現在很明顯 sweet happens 但是 我們經常都說 偉人 英雄不是經常披著斗篷 是不是 什麼 沒有降落凡間的英雄 是 同時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是不是 那 是這些 就是 鼠鼠吐吐 水深火熱之勢 你們可不可以挺身而出呢 說真的 我自己都 sign up 了那個 form 我現在不是說站在道德高地 只是做那些口水軍師 啊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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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條 然後一尾推你們去做 你們去養 我自己都是身體力行的 還有我想分享一個超級無敵神奇的真人真事 我竟然有個粉絲去跟我說 他之前找我做Service J 十年置身整體建議的大批 我竟然是跟他說 2022年1至5月 他要領養代替購買 他要去為動物發聲 或者做多些動物義工 嘩 這件事是嚇死我 你們自己看底圖 粉絲自己嚇死了 我都嚇死了 這些就是一些我們可以在現實做的實事 好 那講完現實現世的層面 如果在宗教層面 我們又有沒有東西可以做呢 當然有 還更加多 由18號到20號 這幾天的帖子裡 我都已經提過大家 另外 麻煩大家發持悲心 為這裏無辜的生命 還有這幾天 交通以外的眾生 即離世的眾生 甚至是為他國 因為海嘯災民 死傷的無數 都為他們去祈禱 你喜歡有什麼宗教 就要做 你基督教 新教 天主教 就去祈禱 找天主找耶穌 是吧 你去到佛教 你去念經 去做相應的行為 總之是 你去為他們發一個慈悲心 去起一個善念 例如 不如現在開始齋戒 不是叫你 忽然間扭轉你飲食的習慣 一次過以後不吃肉 很難的 但是 如果這件事 因為這次 這些無辜生命的離去 是真的觸動到你的心願 你是很難過 你可不可以 將這個難過 轉念頭 現在開始轉念 去發成一種慈悲心 推己及人 是吧 或者 in this case 推鼠套 及其他生物 開始 有時去 酬食 green monday green friday 行不行 還有 為他們 念經 念佛號 去超度回鄉 好嗎 中國有一句說話 死有輕於 紅毛有重於泰山 我們要明白 這些生命的離去 已經成了事實 當然 現在還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去玩狂難 但是有一些生命 真的沒有了的時候 真的被人毀滅了的時候 真的沒有了 已經 你哭都沒有用 這個時候 你怎麼可以轉念頭 你將那個悲憤 成為正面積極的行動 無論你在現實生活去做耳缸 去修養 還是在一個宗教層面 但是 都是要做一些現實的行為 就是 去齋戒 掃食 去回向 這些東西 通通是有功德 還有是令他們的離去 更加有意義 還有說真的 如果你相信的話 你就繼續相信 大家都希望這些動物 是可以 來生善處 是可以 去更加好的地方 是不是 我就告訴大家 其實如果因為這件事 你去為他們齋戒 即是回向 那個功德是非常之大 而且他們是可以接收到的 是絕對可以接收到的 如果大家是單次性 為他們吃一天掃 唸一日經 唸一日佛號 然後將那些功德 回向給他們 他們是可以有這個 非常直接的利益 但是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去養育了這個習慣 你真的 慢慢以後習慣了 不如真的 每個星期一個 Green Monday 不吃肉 然後 因為這次 幫你種了一粒種子 你覺得 唸佛經唸佛號都很好 自己都很平和 你以後中了這個習慣 你有時經常都去唸一下 以後你的齋戒 以後你的唸佛經唸佛號 都會產生功德 就算你以後已經忘記了這些小小兔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以後的那些功德 他們都是有份去分的 去獲得這個利益的 去分享的 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問回自己 當初是因為一個什麼的契機 令到你去第一次去齋戒 令你第一次去 開始唸佛經唸佛號 就是因為他們的理去 他們是其中一個factor 所以之後他們去 間接很多連鎖效應 而引致到你們以後去做的功德 他們是可以受益的 這些就真是轉念頭的功效了 我很希望過了今晚這條片之後 大家是可以走出情緒的陰霾 放下所有的負能量 就是一些悲傷也好 煩惱也好 甚至復仇也好 不要再想這些事情 之前如果有的話就算了 還有不要標籤 覺得自己很憤怒 這些我不可以讓人知道 我一定要扮到很大愛很積極的 不要緊了就算了 那些是一些正常人的情緒來的 但是我們之後要快點 讓理事回復回來 而且最重要是一個積極正面的心態 我希望今晚這條片 可以幫到大家 重回生活的正軌 也都引起一系列的人類的行為 可以更加快點幫助 那些離去的動物們 眾生們離苦得樂 OK 最後就三清了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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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我今晚的分享 是正學的 是智慧的 是智善的 還有如果裡面產生的任何功德 都是迴向給法界六道的友情眾生 晚安各位 最後想多謝大家對我的appreciation 和讚賞 除了這裡 還有這裡的 多謝多謝大家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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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進來 再次進去 我再次進去 感谢观看